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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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端王接回来 恐怕是动了要立太子的心 这谣言效果非同小可 谢运门前几乎有些门庭弱势了 闹得他不厌其烦 差点想搅黄了赵远这场所谓的祭祖大典 只好每日装病闭门谢客 腊月初一 祭祖大典已经一切就绪 就等正日子各方粉末登场了 而就在此时 前线也应景式的传来捷报 北朝仓皇集结的残兵败将 根本像是纸糊的 有些甚至听见南朝大军动静 便已经望风而逃 周一堂在数月之内便直逼王都 一年难见几颗雪渣的金陵 居然早早地便下了场小雪 虽然柔弱得很 才落地就化成了泥 但借着锐雪之名 大拍马屁歌功颂德者 却是声势浩大 至此天时地利人和 与赵渊好像已经一应俱全 可赵渊却显得比往日更加心神不宁 赵常来探病的时候 才刚与谢允说了几句闲话 一个大内侍卫模样的男子便匆忙进来 弯腰在赵渊耳边说了几句话 此人想必是赵渊的心腹 用了传音入室一类的功夫 连直言片语都没有露出来 话没说完便见赵渊的脸色变了 猛地站了起来 甚至没同谢允交代一声 转身就走 谢允假模假样地将他送了出去 不动声色地冲周匪打了个手势 听见一声轻响 知道周匪是一言追了出去 他若有所思地靠在门口轻轻拢了拢外袍 这时 正巧一个收拾茶具的小太监端着一堆杯盘攻身出来 行李时 无意中看了谢允一眼 当即吓打了一声 手里的杯盘在地上撞成了一堆碎瓷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殿下 谢允这才回过神来 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僵直的手指尖竟生生地裂开了 皮开肉绽 他居然也没感觉到疼 还不小心将外袍衣领蹭得阴红一片 活想刚抹了个脖子 周匪则悄悄地坠上了赵渊 赵渊怕死怕得很 所到之处 各种侍卫与大内高手 或明或暗地将每个角落都挤满了 饶是周匪武功高 也几次三番差点被人发现 着实出了好一把冷汗 好不容易靠近赵渊的寝宫 他也没什么办法了 赵渊这死 看来是整日里防着人刺杀 住的地方周围方圆三丈之内 竟然连过西高的小树都给砍干净了 铁桶一般的侍卫 围在赵渊的寝宫周遭 还有人来回巡逻 周匪还是头一次见到 怕死怕得这样隆重的大人物 刚开始觉得赵渊有点逗 片刻后 他有点笑不出了 心头多次起伏的疑惑浮了起来 这训练有素的护卫队 可能是仓促集结的 赵渊堂堂一个皇帝 活在这样荒荒不可终日之中有多久了 他到底在怕谁 好像有人把刺客这个词 吸进了这时 一样的侵侵 遥远的寝宫里突然传来了什么东西打碎的声音 周匪一皱眉 只见几个黑衣锦袍的侍卫匆忙离开了 他当即绕开赵渊给自己打的人海牢笼 跟上了那几个黑衣人 几个人 清宫还不错 但同真正武林高手没有可比性 周匪追得十分轻松 见那几个侍卫在极短的时间内 便带了一大帮人 声势浩大的出了宫 奔着皇城外一处民居而去 随后几个身着便装 寻常小贩打扮的上前 压低声野 对领头的侍卫说道 人在这儿 确定我们一直看着呢 周匪一皱眉 他顺着那小贩手指的方向望去 只见那是一处大院子 院中种满了花 在寒冬腊月天里 竟开得芳香灼灼的 几条花藤从院墙里攀出来 显露了满院春色 竟显得有些诡异 不知为什么 这开满花的院子 让周匪觉得有点熟悉 下一刻 领头的黑衣侍卫一声令下 众人将小院团团围住 粗暴的破门而入 然后这帮人一起待住了 只见那小院寂静一片 挂衣服的架子游在 上面的盛庄却不见了踪影 几根翠鸟的围雨飘落在地上 而繁华簇拥下 挂着一个小小的秋千 在微风中一摇一摆 仿佛住在院子里的人 都是人间精怪 稍有风吹草动 便引去身形 消失无踪 这跟当年少阳城中 烟消云散的雨 一般小院一幕一样 这时 吊得高高的女声 远远传来 唱头 黑衣侍卫轻金爆跳 大鹤道 追 众人一拥而上 顺着歌声传来的方向 追了上去 等他们人都走光了 周匪才在藏身之处 缓缓走出来 若有所思的望向歌声传来的地方 别的他倒不担心 人去楼空的把戏 是雨一般的绝活 反倒是方才那一嗓子唱腔 让他有点挂怀 那声音画成灰他也记得 正是朱雀主 穆小乔那大魔头 一个霓裳夫人 一个朱雀主 那两位若是一处倒起乱来 赵渊身边那帮酒囊饭袋 清朝而出 也不见得抓住他俩 他们这是唱的哪一处 周匪迟一片刻 转身钻进了雨一般 空无一人的小院 见礼物的门驱掩着 方才燃尽的香炉气味未消 杯中还有一个底的酒水 而正对大门的墙上 挂着一刀一剑的两柄木头鞘 中间夹着一封信 周匪小心地将那信取出来 见上面写道 雨一般写白骨传顶经 为我大赵盛世献礼 穆小乔那一嗓子 好像一把遍地生根的草籽 一息之间 仿佛到处都在传唱那神神叨叨的白骨传 事态发酵太快 乃至于朝廷临时要进 已经来不及了 晋军一时发了婚 听见谁唱了 便当场抓人 可哪怕是戏子凌人之流 也不能平白无故地抓 金陵素来有雅气 文人骚客 达官贵人等 常有结交明灵与明记的旧风上 晋卫刚一现身 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因赵渊近年来手腕强硬 没有人敢公开质疑 私下里的议论却甚嚣沉上 赵渊大怒 恼了手下这群 不知为何欲盖泥璋的蠢货 将禁卫统领打了三十大碗 隔日朝堂露面 绝口不提进军抓人之事 只是十分真情流露地 回忆了自己二十余年的 国耻家仇 与卧心尝胆 最后轻飘飘地来了一句 刘济当年之耻啊 此蜡月时 空中已尽了古月 朝堂上的众人精们 文贤声之雅意 下朝后 纷纷回家通知各路相好 夜夜升歌的金灵夜色 突然变沉默了 祭祖大典前夜 竟透出一股诡异的安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拍摄